是接下来猎巢组即将对阵的两位选手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宣风 孟与之风 大家好 我是悟空的4月1 我听两位选手的名字啊 你们是专门为了春季赛改的名字吗 独奈自己一波到冠军 没有啊 这个其实早就改了 其实这个ID跟春季赛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就还好 有一种那种小雨绵绵的感觉 那两位为了本次的春季赛开玩笑啊 除了改名之外 还做了些怎么样的准备 比如说就是卡组方面呢 对新环境你觉得新环境怎么样的 觉得哪些卡组又比较强 然后自己又想着用怎么样的卡组去克制一下对手 套路一下战术 当时练牌的时候 可能看这个赛觉得法师和贼比较强 但是后来练了之后觉得可能法师比较背锅吧 然后也就没有用 后面就大概觉得看天梯什么墙就组了之后就拿来打了 其实真的墙不墙自己也不知道 我因为是资格赛打算 然后资格赛的环境 就是我跟我是根据资格赛的环境去组的牌 然后现在发现好像我带的牌稍微偏弱了 那现在打到了小组赛之后 你们觉得在你们组之中 谁的卡组比较优势 或者你们觉得你们组哪位选手是最厉害的 肯定是奶叔叔最厉害了 奶叔叔都2-0了 我觉得他要7-0起飞了 我们可能就随便打打吧后边 好的 现在选手都喜欢互相赌奶 我倒是很希望有选手能够自己说 我觉得这个赛季的新版本我很强势啊 我觉得有信心夺冠 想这样读哪一波自己吗 因为本次春季赛的话 四强是可以直接进入到中欧对抗赛 还有后面的那个 超 这是什么来着 中欧 对对对 市井赛对的 后面市井赛可以直接进入到四强 对 非常的厉害啊 好的 那还是祝愿两个选手 能在之后的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现在可以前往对阵台准备了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杰叔安德罗尼 我是一金一行 马上开始了第二场旋风木雨制风对四月一 对 你看了他们两个的卡组觉得哪一边优势一点 我觉得四月一好像比较凶啊 带了三套打脸卡组 然后加了一套清玉德 但是他刚才比较虚他觉得自己的套牌弱了 就对面好像是逢快工的 两人都比较谦虚嘛 不敢狂 那这样的话四月一是快工 然后这边是三套慢的带了一套快的 对 也不是特别快那套盗贼 对任务贼也不算特别快也不算慢 然后的话猎人战士 对这就是快的队到底是快的厉害还是慢的厉害呢 我觉得可能快的比较厉害吧 不过这边小德倒是一个突破口 因为至少我觉得这边不会搬小德 对这个小德可能很难跑 因为猎人在 萨满在 然后任务贼都可以打小德 对吧 只有那什么 只有这个 也有任务战这个突破口在不过 所以说四月一肯定不会搬任务战 但不搬任务战 自己的另外三套打脸卡组又不是特别舒服 就比较矛盾 这个比较很烦 所以说为什么要在三套打脸卡组里带一套小德呢 要不干脆带四套打脸卡组 就比如说带个打脸萨这种 对吧 就可能就比较好打 不管你什么我就怼上去 就把任务 那种防御比较高的东西卡组一般就完了 是不是 是的 那沐宇志峰这边应该会办掉一个 就打脸最凶的 看一下 我觉得他可能打他几个职业都比较好打的 动物丸 任务贼吧 我还是觉得办任务贼比较好 因为他慢 慢就怕任务贼这种 任务贼打战士可以打 然后打内战 打萨满 打猎人 可以 我觉得这边沐浴之沫很有可能去搬 可能办办任务贼 任务贼 不是任务贼的话 我估计就是海盗战 海盗战他其实也不是特别怕 至少 他的任务 战士和 战士和萨满应该不会很怕 对吧 他两个杀手械他也不会办 所以海盗战是肯定不会办的 他的中速率是两个杀手械的 两个杀手械 就是说 就是说 远到我也不会搬 也要抓了 对 那就不会搬战士 那这是贼 贼和 术士 那术士现在感觉也弱弱的 也不会办 术士感觉 还行吧 感觉还行吧 就不是特别强 因为术士 其实至少 打他的 打他的贼是优势吧 是的 然后打战士的话 我觉得 可能稍微占一点 烈士 因为的话 乱斗 术士就那样 他扑起来的话 如果说手里没有乱斗 其实还是很难打的 动物软 这样讲的话 我站在目与之风的角度 我觉得还是办任务贼吧 术士我也不愿意 不太愿意办 可以 那就办任务贼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 虽然应该不会去办这个战士 因为自己 战士肯定是自己 选择的一个突破口 对吧 对 不会办战士 那他有没有可能办一个 但他三大打点卡住 打任务贼 都是优势的情况下 也不会办任务贼 不会让任务贼 那他有可能会办一个 萨满还是 猎人 萨满 萨满或者猎人吧 办萨吧 要不 猎人快攻也 打起来也好打 也没那么好 那应该是 那就是这边 四月一 办沐浴之风的萨满 然后沐浴之风 办四月一的 盗贼 是这样 我们解说先把他定的是这样 一会看他们 办选吧 看看有什么不同 我们现在是看的是 哪一柜的套牌 这边我们 我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之前的话那个我知道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应该是看四月一的套牌吧 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视角 就是都是右边的 都是右边的 对 那就是四月一的对吧 嗯 就是刚才比较虚的那个是吧 对 可以 打脸的那个 嗯 其实我觉得 你觉得你天梯 你用什么打的前摆啊 前摆 你不是 你不是说今天说 一直在千摆混吗 就任务贼打了一下 很像 就是这种卡组是吗 就是最高三费这个 是的 最高三费的 差不多吧 你觉得任务贼体系 还有什么地方要调整吗 我是觉得闷棍要带 就是为什么要带闷棍 因为 有些时候 你因为要做任务 肯定会浪一些节奏 如果有闷棍的话 还能抢回来 但是但是你让节奏 肯定是前期让 前期让的话 让的话 其实对方给你的 不会有大哥给你们呀 啊 这边是介绍 2016年黄金公开赛 专业组的冠军 旋风木与之风 南京战 嗯 25岁 最近你有没有打 最近玩什么卡组啊 我在玩任务法 任务法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至少蛮有趣 有趣是有趣 但是其实强度的话就 就是打战就打不过 打带强的打不过 打强脸的打不过 然后的话 带到时候的也打不过 是的 就很难受 就所以天梯上 实际上已经很少接 你现在是轻流了 但是玩起来 是其实蛮有趣的 我觉得 就那个特效 任务完成特别炫酷 这已经是最炫酷的任务 完成你就死了 只要完成 对手都死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完成了 对面没死的 那就是自己被强死了 特别的话 一个是猎人被搬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跟我们的小德 思路都对不上 要不咱俩能做这 要不咱俩也不会做这 我们当时觉得 这套小德是最艰难的突破口 对啊 因为他任务贼打得好打 然后的话 萨满能打对吧 他可能是把自己带路了任务战的视角 我暂时最怕小德 我肯定得把他扮 然后这边是扮的他的 猎人 也没有扮萨满 扮猎人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就是萨和 但是 但是他的 他的打脸卡组海盗战 打猎人肯定好打吧 两个杀手线 没有 不能保证 所以扮猎人我觉得还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这里办德的话我们可能要跟选手聊一聊 为什么 请教一下可以 对 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下次我们就不会坐在这了是吧 我觉得还是可能是因为这样 我突然也能理解了 为什么 他任务战在 任务战在 然后萨满战 这两套都比较慢 打得这种不好打 任务贼的话就一套 那两个怕 两个都怕 就也好理解 可以 我们现在的视角果然是旋风4月1的视角 起手全换 要找一费生物 能找到吗 没有 没有 如果没有二费生物 这就炸了 你可以伪装任务战 两费来个刀也行 哇 三三四四 这就很尴尬了 不过 到底的话一般一费都是挂刀吧 挂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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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秘赚刀有点过分了 他先上 他没打算用这个东西做任务 他觉得打海盗战一定要快 就先战场 先战场可以少卖血 其实思路也完全正确 哇 这边炸了 要不我们就挂个鸡吧 要不 其实确实 如果说挂任务的话 你可以考虑去把它冲掉 没有挂任务 我觉得他既然不打算 拿它做任务 就没有必要理解 一般来说 任务贼他打快攻职业 都可以选择性地挂任务 就有空的时候再挂 他确实觉得打任务 打海盗战的话 先铺场比较重要 先把场面站住 你都一费空过 我还不赶紧站场 这种情况下 只要任务贼稍微顺一点 能再五费把任务给打出来 这边就能够 上个三二三 对三二三 火焰元素吧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 这个四月一的海盗战 要走远了呀 没想到可以上 我的信仰是弯刀和力爪 这边我们看到 CC游戏者皇帝 一比三输给了盈地取名 就是大地组的 一个赛果 还是上 我的信仰是弯刀和力爪 因为这个四血 表面上看对面解不掉 如果说刚才那什么 刚才小姐剧留着的话 你可以上个三三 然后下过 不过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三三肯定死 这肯定是要上 这个三四三 三四 这样的话至少你可以 如果对方没有被刺情况下 至少可以逼他变个刀 对 要剪我必须变刀 变刀挂任务 还行 然后拿个先手 这样的话下过去上个三三 加上一费的 还可以接手 对吧 这样他对于完全把节奏 让给对面来 对面挂任务 然后直接撞开 然后上两个 就四月一这么早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才能打脸 就打不到脸 对 对面厂攻就把你换了 而且他还会上新的怪 正好是给了两个一二回奏 然后挂任务 对吧 当然我们也理解选手 选手的视角是这样的 我要一把两攻的刀 因为对面的生物都是两血 应该有被刺 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但他两血的话 他需要很久才能 是啊 你如果砍对面的小葫芦 砍了半天 那你肯定死了 好吧 这个四月一确实也很难打 因为是排序的问题 非常差 有两费来个二二三 都可以接受 好 库卡龙走脸 那你就冲锋吧 这升级了是吗 钉 那就看脸 也行 也行 先把刀挂起来 其实我觉得刚才对面的话 其实 沐浴之风 是不是不着急 去打万斗家 我觉得是不是撞掉 然后上刮任务 上两个一二好一点 我们不知道他的牌 但是从场面上看的话 也可以不急着上万斗家 因为万斗家是一个后期补牌的一个东西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一点 他手上没有回手 就他要去找一些东西 他没有回手 他做不了任务 就玩不成不了 他会不会把任务都换了 不可能 我试过 我今天试过把任务都换了 然后还是打不过 然后我跟你说 起手两岸一步 两个加机身回手 怎么打 猫逼了是吧 就任务战可以换掉任务去打快勾 你不行 贼你不行 你不能换任务 你可以不打 但是你一定在留 就留着我不打 对 就不可能换掉 我可以留着不打 确实换掉的话 找什么都没有太大意义 是吧 是的 这个又可以升级了 那可以升级 直接上那个东西 然后升级走脸了吧 我感觉四月一怎么还是要赢 因为对面玩不成任务 太慢了 现在他一个没挂 就上回个他打一个三费的弯豆甲 就证明他手上没有任务 就完成不了 没有回手 至少没有回手 没有回手就肯定还是慢了呀 如果说等到你六费才做完任务 然后再开始变成五五的话 那时候可能场面也比较弱 这里很简单嘛 二加三走脸 我上我也会 都没有去 都没有去那什么 没有必要去解这个东西了 对 你赶紧抢脸吧 你算算 盗贼是一个 不过盗贼刚才发现了一张嘲讽 发现一张嘲讽是的 那没事啊 嘲讽他这边过强能力很强 有刀有致死 一点都不慌 不考虑嘲讽的情况下 就是算算伤害嘛 定用一下 就是三次一十二 十二加上八 十二加八二十 对方胜八血 随便抽一抽 对吧 你四个回合 随便抽点伤害死了吧 反正这回我觉得 作为快攻的话 一定要把费用打满 二加三就很简单 而且场面比较强 对吧 是的 攻击频率啊 节奏啊 费用啊 威胁啊 都是这样打最好 而且以对面 盗贼这个做牌 做任务的速度来说 我觉得他至少 至少这个 肯定是有四个回合的机会了 对吧 豌豆甲过两张被刺 这是非常没用的一张牌 这也是我为什么 就是我 有些时候都想把豌豆甲给换掉 老实过他好东西 这个后期补牌才行 前期的话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是吧 上两个葫芦吧 葫芦娃 兄弟 你说他会不会手里 卡了到底是什么呢 一张回手都没有 你说他会不会手里卡了两张 一模一样的牌 然后他在纠结 到底用什么做任务 反正他没暗影步 用什么做任务都可以 也是 还有他手上有一张墙 肯定拿大墙比较好 现在看来还是 倒责优势一点 就因为他有一堵墙 这边手牌 就看抽什么 来个英雄打击 怎么样 哇这个还行 这个也很厉害了 还行 一加四走脸 上走脸吧 要不要考虑多一个 多一个是不是有点慢了 要不全解 我觉得可以全解 因为对方就四张牌 我把他全解了 也可以 但这样的话 是不是浪费七点输出 不慌 考虑考虑 就两种可能性 我觉得 万一突然他做完任务的话 就被他翻了 也可以 算一下 其实可以解 因为解的话 他如果说想做任务 必须再拿一个一二出来 就是他盗贼也只有四张牌 盗贼也没什么过牌的能力 确实可以解 可以考虑解 解的话 他如果说再做任务 他必须再下个一二 是吧 是的 再下一个一 再回首 这样的话 这样他可以拿赏上的东西 但是对方也不一定能解掉这个场面 只要这个四三宽龙再踢一脚就赢了 是的 是不是 兄弟握着 六加四十 对吧 对方上十四血 随便抽点上 火车王 英雄打击 奥金斧都赢了 对 盗贼就是 战士就是 不讲理 就是 盗贼 而且就是欺负盗贼这种职业 他是上个版本 T1职业 他是唯一一个削弱 就 既是最强又削得很少 他被削弱了什么呢 就削弱了一个分离 这根本谈不上削弱 对 就影响几乎 哇 这个强够大 这个强很大 对对对 但可以过 奥金斧 直接换奥金斧 然后三三过强抽点 可以 只能这么打 因为这样跨龙可以继续战场 如果说你另外一种打法就是 知识打击 然后撞了 我们算一下 知识打击让跨龙撞的话 然后六弓走脸 会怎么样呢 六弓走脸的话 这样的话打起来就 这样的话也行 这样也行 然后下伙直接切奥金斧 不管来什么 直接切奥金斧 砍脸 然后的话 后面的话 只要抽 只要抽两点伤害就赢 一二一冲锋 库瓦龙 英雄打击 知识打击 火车王 都赢 对不对 是这样吧 现在都七费了 怎么 我离完成任务 遥遥无期的样子 如果到底能赢 这把必须把任务完了 这伙必须把任务完了 才有机会 手里能卡什么 卡两张刺激待发 4-1这么打的话 就是觉得手上牌 已经很少了 每一张牌都要利用好 你让我两次就武器丢掉 这肯定是不舍得 就浪费了伤害 因为他觉得可能觉得 不管是哪种打法 都是要亏一个怪的 对 都要亏一个怪 那我干脆就把自食给交了 不如保一个 不如保一个呢 什么保一个 刀的伤害是吧 对 那他这还不开始 还没有办法 继续加速 他的任务的话 那就 这把我倒是有点好奇 对面到底卡了什么 我觉得卡四季代发 你觉得出了四季代发之外 他能卡什么 也比较少 确实 就是应该卡四季代发 这类的东西 大范的话 倒是有可能 不太可能 大范的话 他早就有机会出 大范的话 他之前被刺 应该就出了 对吧 是的 这直接敲进斧 这把武器没有用 这可能是唯一的 对他 没事 就算再等两回合又怎么样 只要对面正合不做任务 就没事 对吧 就算对面做任务 他还有两次抽牌机会 两次 就不一定 对面下三个 你看他手牌 就我感觉是有两次抽牌机会的 你看 他有回手 完成不了任务了 有回手 就回手的话 伤害低廉 你看看伤害 就伤 有个四季代发 那完成了 有四季代发做任务啊 他不用四季代发都行啊 对 十五点 然后下我手里卡冲锋 手里应该是没有冲锋 刚才连哈哈都出了 没有四季代发 那我觉得他是有两回合抽牌机会的 那实际上的话 还要看到这一刀 砍出来这一刀吧 这刀砍了 就一抽也死了呀 对 抽到九十 刀砍击火车王 刀砍击 没有用 哈哈哈 没事 还有一抽的机会 还有一抽机会 抽再抽个刀的话 23血就放下打八是吧 对 15打八 16打七 你看找换奥金斧的赢了 解说是肯定不会这么马后炮车牵手的 哈哈哈哈 找换奥金斧 有了吗 找换奥金斧 肯定有了 因为留了支持 可以 这回打不死 哎 20还差一个 还差一个回手 暗影步 暗影步或者是刺骨都死了 我感觉死了 暗影步回手 抽到回手了 应该是 对 那死了 看到海盗战被打死 大快能心 我今天被海盗战砍了 身中八刀 还是认证任务贼 对 认证任务贼被卡死了 我已经带路到这个任务贼里面 他竟然能赢海盗战 我今天打了八次都没赢 我们从结果来考虑一下 如果说那换奥金斧的话 死了吗 对 他也根本没想到后面会连续抽刀 抽刀比较烦 但是他可以考虑他前面的是没有一把刀的 就是抽刀的概率很大 他那把小刀都是从一升级上来 他后面有六七把刀 抽刀的概率也挺大的 确实 确实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沐浴成风 这个盗贼跑了 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 唯一一个怕快攻的 竟然在快攻署里堵掉 那他现在剩战士对吧 对 战士和萨满 对 战士不怕 那我想知道这个打脸战怎么走 很难走 就从萨满这里走吗 打脸战从萨满 不好走啊 萨满虽然现在版本比较弱 但是打打这个打脸战还是可以的 萨满带了很多墙 然后还带了回血 对吧 是啊 我就知道有一个三费的元素 然后还有一个四费的 Taslingo圣盾 就这两个爬 而且还带两个爬星线 是的 太变态了 然后八七七还能回十二 只要能熬到八费 那我觉得这个四月一有点凶多吉少啊 最好打的对局输掉了 太伤了 确实他对局上是抓到 但是很难打了 我再去看了一眼 这个萨满感觉又难跑了 还两个爬星线 两个爬星线 不过这把 这把糊了吧 非常糊啊 任务已经完成了75% 只要再来一个回首 或者来一个一一二都可以是吧 一费空过 哇 任务完成了100% 完了完了完了 这是传说中的 不过这个可以刮 这东西 是我我肯定刮了 确实会怕被刮啊 那这样再来一个回首 我不用这个作灵 我用过牌作灵 那我要不先上过牌 对 如果他不解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用过牌作灵 别跳 真别跳 被刮了就刮了 被刮了就刮了是吧 对啊 你早越晚上越容易被刮 好 好 我有刮我肯定刮 我有退化 我有把你退了 对 他也是有退化的 那有刮我肯定刮你 所以我推进 我把刮给扔回来 好吧也行 我拿刮做五次 可以啊 你看 这里拿刮还能上个大饭呢 不好不好 算了 我们还是过个牌 或者 我觉得把一一扔上去 来 可以可以可以 收回来收回来收回来 可以可以做完了这个任务 下活上个这个还可以做个饭 就比较好 下活不能不能 怎么不能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不扔那个211嘛 是的 但那样的话没有办法再五配完成任务呀 那还是我们做任务吧 就是没有办法变的什么 完成任务重要 上版可以退了我觉得 我是上版我退了 就先把任务给做完对吧 然后后面再说 工程师学徒然后拿回来 正好 是的 拿回来 这个暗影部就不要出 留在手上 等做完任务的时候再出 这里应该是上工程师学徒 然后暗影部拿回来 拿这个 不是拿这个 工程师学徒扔上去 21扔上去 对 然后用加机身拿回来 然后21扔上去 再用暗影部拿回来 不出 然后不出 然后一会之后 下午直接变成一个五是吧 但那样的话 那样的话没什么问题 就是 就是防 我知道你防的是 防着他那个 直接把你剪了是吧 是啊 这肯定得防 但是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你 你有一个多一个五五冲锋 你是瘫是吧 对 多一个五五冲锋 别瘫了我觉得 可以 那我觉得这肯定是 先扔回来吧 他好像是想在这里做饭 但做饭完成不了任务 你确定 他做饭 他想做饭 做饭是不是不太理智啊 我觉得你只要把任务做完了 就随便打 随便打 真的随便打 你做个 你想 你这时候就是一个 一败一百杠一百 也有什么用呢 你这样的话 你这会一样过不去嘲讽 我觉得可能还会吃退化 我觉得这里应该是 作为一个任务贼 要知道我们的核心任务是 就是做任务 对吧 而且你一个小野狱 是一个五五冲锋呀 你这时候就卖了 就把小野狱的五五冲锋卖了 你不要以为大翻很强 其实也就是一个小野狱 多一点点 你想你做完一会 大翻就是五五七手了 随便打一张就是七七了呀 就比现在已经 就小一点 没有必要 就这么打风险 很大 完全大于 就是收益 没什么 你就退化来了 而且亏节奏 这除非来一张刺激待发 要不然 来刺激待发也没有用 刺激待发也不够 这截不了马桶的话会出事 真截不了 算了 他可以 他可以被刺 就如果不是这么打的话 他最后已经完成任务了 对啊 那后面手牌又不断 随便打了呀 他你完成任务 他不敢不接场 随便打 这个我感觉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急什么 对面又不是快攻 如果对面是快攻的上班 你可以这么玩 来自天梯前一摆的会长的质疑质疑质疑问 对 我 我 我是觉得应该先做任务好一点对吧 对 大范确实不着急 因为 包括他大范都过不去那个墙 就做得太大也没有用对吧 对 还有一点就是认务贼是一套任务体系 它不是一套就像冀劲贼 我可以转型打快攻 就一定要一定要去铺铺一个大饭就赢的方法 其实不是一定是那个赢的方法 好那完成 延迟了一个回合 然后这我如果吃个闪电风暴就很亏 就很亏而且你没生物了 你生物很少了 别动吧 大概率会持有一点 你这是个三杠三 你这是个五杠五 这回合萨门肯定是拼命结场 拼了命了 火元素 好拼了命也就结了两个 好惨 那那那完了完了 那还是随便打 确实优势太大了有点 这没有刀有点烦 那就任务加一个偷牌嘛 先偷也可以 先偷 先偷嘛 然后下回赚刀再说吧 哇 这肯定是 肯定是做任务 然后 其实可以考虑那是什么 考虑把马桶解了 六五不解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把马桶解了 六五不解 对 五六不用解 三十血满的 怕谁 五六打谁都打不过 踢不死 你也只能跟我划 我两场场上两个满血五五 我不吃刮 不吃羊 我不吃退化 对吧 淡满的刮废了 就是什么东西都刮了没用 对 好在前提交了一个 还是解了一个 他可能觉得 反正你马桶过太多牌 没有意义 我五五多 我觉得还是别让他过牌好 我觉得不过牌好一点 我也觉得不过牌好 虽然说过什么 其实意义都不是很大 看一下吧 过什么有意义 过 闪电风暴 过两个闪电风暴 因为把你所有的五五都解光了 是的 闪电风暴加大圈窝加法强 也可以把你所有五五解光 你怕不怕 火蛇 那这边就比较好打了 其实 随便打 其实 因为 做完任务的盗贼 而且满血简直无敌 满血又有牌 那就 连轻玉上去的都是五五 你敢信 这有点烦 我觉得上个 他然后上个五五冲锋吧 上个轻玉上个五五冲锋 把那个怪冲了 然后拿 然后再上个火焰人碎 也可以啊 也可以不冲 倒是 但我觉得还是那什么吧 先 其实是不是可以考虑 轻玉不上 但是上的话 就是招出一个五 上吧 轻玉肯定要上 因为 那一二一冲锋吧 一二一冲锋 把那个怪冲了 然后解火蛇 我觉得雾 去那个 左边的雾去撞火蛇 然后把那个雾去撞 那个四五 然后可以 保留哈哈 对吧 保留哈哈 这回合他不解了 当然完全可以不解 他觉得强血你解不掉 是的 叫杀 反正你 就欺负你前期没抢到我血嘛 你让一个中树上怎么抢血 为难 确实比较为难 死了吧 差一点 差一点血 二十 二十二 差一点 看豌豆甲能给什么了 给个刺骨就死了 给个刺骨的话 费用够不够不够吧 费用可能不够 六七不够 六费 差一费 不够 差一血 那还是要献豌豆甲吧 豌豆甲万一给两个小冲锋的对不对 给个暗影布 暗影布就死了 暗影布就死了对吧 先豌豆甲吧 给两个暗影布万一 四季代发 那四季代发弯豆甲怎么样 对 四季代发弯豆甲 两个四季代发弯豆甲 对不对 最好是暗影布就直接赢了 没有用 哇 被刀砍出去吧 下回可以叫杀了 不砍的话 产工被解了 不是 你砍出去 下回是不是稳定死啊 对吧 砍出去下回稳定死 怎么都死了 比如说砍出去可能好一点 这样的话 下回剩六血 然后冲锋加上捐刀 怎么都死了 这样的话 恭喜沐浴之风 不 恭喜 四月一 四月一 把比方搬成一比一 平 确实 确实任务贼打 这个萨满 这个中斯大 确实战进一定优势 而且这个任务贼确实 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顺了 接下来这两套牌就比较难跑了 这个四月一 因为都是快攻 将要面对萨满和 战士 任务战 而且不过好消息是他的动物园没有海盗 没有海盗 是的 杀手戒比较是没东西吃了 但我觉得 我觉得 恭喜之风完全可以去把这个海盗战给抓死 是春季赛的奖杯 我觉得应该会上战士吧 战士打动物园打海盗战都是优势 应该会上战士 先上最好跑的 之前上轮没有上战士 可能就是怕碰到任务贼 结果真碰到任务贼了 4月1 就在考虑上 术士呢还是上战士呢 好像都是没什么差别 现在是两个战士对看 因为他觉得可能上术士 觉得有机率能撞到饭满 对 我觉得 这个概率的话 还大一点 就是打脸战能在任务战手里走的概率大一点 万一你卡手了 我这边刀不断升级 这样就机会来了嘛 上什么墙我砍什么 因为 因为现在战士确实解牌会偏少一点 没有解牌吧 就两战斩杀 对吧 单减 就看战士起手有没有小刀了 没小刀的话就有机会 就是三三占住了 是吧 是的 然后一会上暴乱 就可能一个大暴乱就解不掉了 就很 就崩了 好 这回合比较关键 就要看这个沐宇智风 手上到底有没有 小武器 对吧 没有小武器 太痛了 有 我觉得一半挂了 那这个小武器主要是小武器确实太伤了 还是要上换刀 换刀 砍了换刀 砍了换刀上一个雪翻 换一个恐怖海盗 可以 对 就一一砍掉之后换刀上一个恐怖海盗 也不用说这一弓就不要嫌弃这一弓 1.12也是伤害 1.12也是伤害 你手里如果武器多的话你可以不要这一弓了 你武器少的话可以留着对吧 而且你四费砍一刀 而且你四费砍一刀 然后五费来个升级可以配合2加3升级 其实我觉得确实砍了换刀然后上了雪翻海盗好一点吧 砍了换刀 对 选手也跟我们做出了一致的判断 作为一个打脸战我觉得开不开上帝四角是差不了太多的 我管他有什么牌 干凯坎 他在考虑是这回合上不上去 就是下回合想一起上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就他没有上恐怖海盗 他可能主要是怕被解了是吗 他可能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用墙挡住我这个后面这个5-3 这样的话你 对 他想升级武器可以 就是他这手打了竟然非常好 因为刚好升级到了武器 1加3 对 然后剁掉怪 这里人会不会想摊啊 这还有什么好摊的吗 武器砍掉33挂龙冲点 然后下过段上三个 算了这里还是不要摊 这个节奏还是很好 因为至少能占一个场 这样看来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机会的 不是很大 就现在我们是解说视角 所以感觉有点机会 如果看到对方的手牌 你就会觉得没什么机会吧 不一定 先看到对方手牌 觉得也觉得机会赢了 你看这种来了 连续拍个两个 没脾气 这一过有英勇打击就很舒服了 对吧 对 英勇打击还能上一个雪翻 其实这就是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的话 两张牌 球里三张牌 不能打两张 就很烦 那不行的话 只能打库卡龙了 就打一张吧 库卡龙刀砍 然后打脸 对 因为的话 他吞了什么 因为那个 支撒击可以留着来过墙 毕竟海盗战强夺 你库卡龙和支撒击都是打四 我感觉这把海盗战 还是挺顺的的 对方这个强战的话 也还不错 算是两个战士的巅峰对决的 就双方的起手啊 排序都还不错 因为战士两飞游 对面战士两飞游的小武器 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开局了 这我觉得就武器砍二七 三次撞二七 然后跨龙冲锋冲脸 怎么样 也行 对对对 冲锋冲脸 流凉血 流凉血 防死死鬼 旋风斩这种东西 对吧 对 这个不太好吧 选手这么打是打算下回合上两个怪 就进 所有的血量他都要保 但是主要是我觉得 你想你跨龙冲锋冲出去 踢了一脚脸 如果说对方 解不掉又可以再踢一脚 下回合继续上怪的话 你又可以踢一脚脸 对吧 就是伤害最大化的角度的话 如果我们上怪应该会更好一点 因为他很有可能继续拍超风呢 咦 这个是有盾猛的 我要再翻一翻 墨雨智峰的卡组 其实有很多的任务战士 带了一张盾猛 带了一张盾猛 带了一张张东怒火 两张盾猛 两个盾牌可到 武器断了 这武器 不砍 其实可以砍 考虑砍 为什么要砍 因为砍了的对方有强的话 你可能不好过 所以还是留刀好 这个乱斗 对土豪战来说很伤 这上个六三有点烦啊 就这个升六三的话 那这样的话 抽火车王不是死了 是的 哎呦 就这样打的话 打脸战竟然要赢了 是呀 因为确实生物解不掉 他抽的都是一些 比较有威胁的生物 这辆比较高的生物 对吧 这他没有挂刀 他可能是想着 如果说万一下过抽个 抽个奥金斧 升级什么的 对 当然确实不用挂 因为怎么都够费 什么打都够费挂的 哇 真是难以置信 海盗战居然跑了 是的 怪不得任务战少了 天梯上 因为任务战也会翻船 任务战打不过 打不过清语德 然后 海盗战上来抓清语德的时候 顺便把任务战也吹了 是的 任务战就越来越少 这样的话 对四月一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实际上只剩一套动物园了 动物园的话 其实打任务战 也是很有机会的 铺上铺起来 如果没有减的话 对吧 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双方是 快攻占据了优势 抓快攻的 总是有些时候会 抽的不好 盘序不好 让快攻跑掉 其实一直以来 比赛的一个问题 就是针对型的卡组 其实很多时候 就因为有可能 就算针对到 有可能也打不过 就卡组你有时 但是 就他的手顺率 要比你高很多 因为莫名其妙的卡组 人家就是猛 不管你 防守套牌 防守套牌永远都是 稍微被动一点 那这里会先上 这里上什么无所谓的 反正两个阶段都得跑 先上战士吧 不胜利 不宁死 这个七手 术实七手不太好 伊菲还是蓝天的小鬼比较好 前期给点压力 他既然留了饥饿的一手龙 我觉得有点 这张牌没必要留吧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因为小怪没威胁 他觉得这张牌能带给对面的威胁比较大 但我觉得还是不该留 太慢了 如果你后手可以留 我觉得先手没有必要留吧 你后手 我觉得先手他得有颗弹 我才会考虑留吧 就没弹啊 你弹手上也没弹 你说你后手你可以音笔跳也就算了 是不是 对 而且现在手里的话 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 就是 如果像会长说有个蛋 就可以考虑留一留 只能说这个 4月1对这个 一手龙抱有 就觉得 非常大的希望 这是全村的希望 就靠他打了 ADC 我现在比较劣势 我就只能靠拼一点 赌一点 是不是 那就比较难受了 跳刀 战时的发挥非常稳定 2倍准值有小斧值 这边崩了 孔狼得上 我觉得孔狼得上 因为上113很难受 你上113下过的话 你如果说 就抽 你上孔狼的话 你又不能抽一口打 是不是 砍了吧 砍了加甲 他这儿犹豫的话 有可能是手里有张猛击 他在考虑猛击打不打 是不是 我觉得他也还有可能在犹豫 直接咬甲 下过再砍一些 威胁更大的 就孔狼先不管 但下过可能是一张315 砍不掉了 对 要么手里 手里一张脏鼠 在考虑拉不拉 你觉得呢 有张鼠可以上吧 我觉得可以上 动物园嘛 但他主要是 他看到棋手 他现在手里三张牌 有两张是棋手流的牌 对 他觉得棋手流 可能会有什么 棋手流就不大呀 棋手不流就不大 就应该拉是吧 对可以拉 你看有个正合的什么 315 这样的话 4月1算是 棋手还算不错吧 就4费比较尴尬 总不可能吃了一个3费 是啊 现在你上315 不能把这个吃了 还是4月1这个人 他对四费的基热龙抱有重大的希望 所以他才会在棋手手流 你看 两个 很尴尬 那要不我们架个阿古斯吧 阿古斯架先吧 对 加阿古斯 三攻 而且确实这个威胁比较大 下火可以把阿古斯给吃了 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上13把13给吃了 对 13 考虑考虑吧 13有些时候可能比阿古斯厉害 所以如果说手里有弃牌的东西的话可以考虑 他已经没牌了 那还是要吃13 这样他可以 吃掉13吧 终于知道他流牌是这么目的的 原来这小鬼原来就是一个食物 一被棋手就决定吃掉他 如果说你上23先撞的话 然后的话46再撞 这样的话46会掉的血会比较多 但是你可以把 把加一把阿古斯给吃了 圣盾 圣盾加 加一加一加一 其实这个是加攻才厉害 加攻圣盾的话 加攻圣盾比较厉害 风路圣盾也非常厉害 就风路或者加攻是最了的 他第二次进化的话不好 第一次进化很完美 圣盾 圣盾确实是战士比较烦的一个东西 战士现在可以判断出来 他有没有斩杀 有斩杀肯定要斩 没有斩杀的话 这个墙可是挡不住 无非的墙 什么都墙都挡不住 我猜测他手里可能卡了张527 他准备上527 但是上527上不去 因为只要上两个怪 那个5四就变成7弓了 是的 这次比赛让我们一步一步揭开 为什么天津任务战消失之谜 果然是527 但是上两个怪就上 上两个怪了 上两个怪就炸了 不过有乱斗的机会 哇 那就直接冲 这可以冲啊 冲了之后正好是气空 真好气空 怕怕乱斗 这还防乱斗 防不了 是吧 你乱斗让你赢 是不是 对 乱斗让你赢 没乱斗的话 就算我赢 决战 而且正好是唯一的一种方法 可以打两个怪的一个方式 是的 而且乱斗 剩7-2 剩7-2你减不掉 剩5-5你减不掉 剩5-7减不掉 乱斗最好的概率剩3-3 可能对战神是一个好消息 剩别的都不是好消息 看吧 剩了一个比较强的 你看七手流的全春龙的希望 他又活下来了 这个一手龙 剩5-5 剩5-5 空冲两大哥 而且丢的都不是对他来说 都不是特别伤是不是 是的 这海涛战 不是这任务战难道 不对 他任务战其实我把任务换掉了 任务换掉正常 对 因为打怪攻任务换掉也正常 就是 他也不可能玩这个任务 就找嘲讽是吧 对 就多一张牌 等于说多了一张牌 对确实 应该很难受了呀 他是不是盾猛了 盾猛一个就可以了 其实盾牌盾猛 然后盾猛掉一个就没问题了 对 有盾猛吗 没有就很麻烦了 他现在需要二张盾猛 他如果有的话肯定秒打了吧 对 那我觉得他手上那张牌是猛鸡 猛鸡又没斩杀 猛鸡也会打的 神石鬼 有盾猛吗 有有盾猛 那有机会有转机了 那我觉得赢了呀 这任务战应该四番的呀 这才大哥 这已经没大哥 没一手龙了 就手上没有大哥了 大的没了 我铺场呀 你铺场攻很低呀 确实攻比较低 然后向哥哥他上个墙你就没了呀 上个墙 我看这边 如果他8费 打4 没带吧 他可能是没带848那个龙 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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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了一张 带了的话就已经很 848 就很难受了 他还带死亡之翼的 有848这波就赢了呀 有948 猛击 猛击过什么有用 鱼死网破吗 乱斗也行 鱼死网破不行啊 乱斗也行啊 他必须乱斗可以 然后巡封长鱼死网破 好 巡封长鱼死网破 团面 这样也可以团面 好了 好了,那比赛进行到2比2 是的 确实无法翻了,就是大哥大怪都出了 抽一口 这个费了,这个蛋费了 这个蛋确实,看起来3费上他4费吃了很没 但是其实用起来比较尴尬 4月1也是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没气的 确实他抽的确实已经算比较好 前期给的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空手抽大勾 对,两个大哥,315 那个东西已经是给他最大压力的生物了 但是还是没打过 就那波乱斗也不可能防 那波乱斗真的是防不了 对 因为你防的话,防乱斗的话就很难赢了呀 你要抽牌 然后手里卡的大哥很难受 你看如果抽一口一个大哥,懵了 是不是,刚才如果抽一口是不是大哥 是的 就懵了是不是 洗手两大哥了 再来画面切到了春季赛的冠军奖杯 这是一个钥匙 对 扎满打动物园 扎满 扎满 扎满满面四个U1 我前面不说了 我觉得这套器牌是不是就 不是很强 在打比赛里面 就现在这个环境吧 如果说他能抓到任务贼还好 他现在是快的话不快 然后慢也不慢 比较中间的爆发不够 毕竟历代没了 杀手蟹有用吗 好像是没用的 因为他好像是没有带海盗的 他因为是火雨精灵 根本就没有带海盗 还是留了杀手蟹 他难道记错了吗 杀手蟹怎么也称不上 是一个起手该留的牌吧 而且知道对方 而且特别是没有海盗的情况下 对吧 对啊 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记错了 应该是记错了吧 不然的话两费随便来点什么 也比他强吧 他有硬币上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就准备了 杀手蟹当一个比较不错的 二费生物战场 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而不是说记错了 这样也可以吧 他二费生物里面强的也不多 那这样的话 下面的话还不错 下面一一三零活打二三 然后二三把一二一吃 是的 还挺舒服啊 如果丢掉三三就更美了 进化 看能不能丢三三了 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 四月一的手牌 不好意思 二费的生物就是杀手蟹 没有别的 就这是二费最优秀的生物 杀手蟹 还有一个是夜色镇管理员 然后也不怎么样 就带了一张 其他就剩下两个 那确实该留 确实该留 选手比我们更了解 他自己套牌 像电章灵火丢的有点伤 这样解不掉了 这样只能是上一个三三度一魔像了 你会上度一魔像吗 就是 最好当然是气出去 就感觉气不掉了 你说他会不会抽一口上一一三呢 抽一口上一三 节奏浪了好多 但没有办法 你这上度一魔像的话 也没意思 对我觉得抽一口上 右边的一三 那绝对上两个 这好路啊 如果说这吃个闪天风暴 是不是崩了 有个火蛇也行 这边火蛇了 我感觉火蛇了 还回血 你上火剪不掉 这回很有可能一样剪不掉 我感觉上火还是抽牌好 因为你浪费了一费 然后多上了一个一一意义不大 这只能是一手龙吃一个 含泪吃自己一个一三恶魔了 吃完了我觉得就崩了 你这个强过不去 然后对方的火蛇剪不掉 然后还要自己吃自己一个怪 泪都出来了 这阿古斯也不行 阿古斯对方也是个怪可以把你吃掉 除非什么什么 除非你阿古斯之后你不剁 对方可以不吃你的怪 不然的话你都得送上去 这张焦油好强三倍的 我之前我刚看到这张卡的时候 我觉得这张卡有点弱 但现在我实践下来 我觉得这张牌真的好强 战士用起来也很强 三百用起来也很强 要不先阿古斯架了不动吧 那阿古斯架了不动 他是不是三三送掉比较好 刚才二送掉 然后架两个二四出来 对 我觉得送掉 但他有个治疗 其实如果说第一张灵火没丢的话 第二张灵火没丢就好了 对吧 第一张灵火如果丢的是三三 就丢什么都好 就别丢灵火 别丢灵火 这个上火就过去了 看西之枪 他上火没有上元素 所以说这回他没有办法打五四五 这种东西 闪电风暴吗 哇 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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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劈死也无所谓了呀 是吧 你冲大哥都不行 冲大哥都可以给你换掉 这个怎么都翻不了了 还先卡两张三三 抽一口抽什么呢 没有用 慢了 等于说五费我挂机了 对吧 你让你打一个萨满 然后五费挂机 然后对方场上那么大 这随便拍一个什么东西 你这不用考虑什么四三五升盾了 你就是一个四三五拍上来都行 对吧 对 打完 那这在哈特手里还有一一二 这个火蛇收益特别大 对 这局MVP 交由爬行者 对 助攻火石 你说他冲大哥会不会丢四费和三费 哇 这个丢得简直完美 但是没什么用 确实没有太大意义 太强了 不过也别说还真有点机会 有点下后可以一手龙 我觉得还是没机会 因为对方萨满 他失血了吗 再见了 对 那这样的话 恭喜 慕雨 慕雨智风 慕雨智风 对 打败了四月一 三比二 可能有一个回放的机会 对 对 我觉得这局这个 征服三的胜负手就出在 就在第一局的道理和海盗战上面 是的 对吧 刚才海盗战和这个任务贼的话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就是一个任务贼进来赢了海盗战 对 那局是什么原因赢的呢 值得上去的地方就是那里 有一个三二的刀 两点持久 有一个自私打击 我到底换不换奥金斧 还记得吗 就换奥金斧的话就赢了 这那会是怎么去过那个墙的问题 对吧 是第一局 这个切的 哇 三张被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手套牌了 我每次就 我发现就一 当我打完了 我也不想关心对面手上到底有什么牌的感觉 有一点 因为其实他的牌差不多都可以猜出来 对 都可以猜得出来 那可以直接赢了 其实如果说 哇 他不神抽还真打不死 他神抽了吗 神抽了个 他已经在手上了 没打死也 没神抽也死了 对 是吧 不是 21神抽的 21神抽 21心下的 哈哈是神抽的 神抽了一个回手吧 对对对 刚才切过来的时候 好像右手之一张是回手 对吧 他21神抽了一个回手 对 确实也是神抽 对吧 然后这个乱斗 打得留了一个63 手上早就有88和死亡之一了 但没有用 然后两张预测法 没有触发 没有办法触发 这么看来的话 我觉得是他这套牌的问题 就是他这套牌太厚了 所以打不过打脸战 对 我看到很多防快攻的任务战 都是最高 就7费或者3费 带死亡之一 是我见过最后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任务战 一般有时候 他们带死亡之一 还会带一张馆长 对 我觉得 没理由带死亡之一 就是这个任务战 为什么要带死亡之一呢 可能为了打后期 因为可能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排除交得太早了 那时候死亡之一还挺厉害的 现在就 现在可能是没有那么厉害了 对 会容易卡手 现在我们回放完了 休息一下 等待另外一组解说